Song 《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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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终身成就奖》 好像是给一个人的肯定 当然是 因为在我今年八十岁的时候 这个奖实在让我很荣耀 感觉到非常荣幸 可是我一方面又不大喜欢这个讲 因为这样一来好像终身成就 就已经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 而且是一辈子快要走到尾巴的样子 而且我还非常感谢学会给予我的肯定 这么些年来工作的结果 有人觉得他还做得不错 这个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场合 在这个得奖的当中我最大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感谢我的老师 我前后有两个老师 特别要提的 第一个就是董人和董姐 他是在我大四的时候教我的原学 后来我跟着他做这些调查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到了很多 不仅是调查的方法 对于问题的专注 对于想法的各种 比较不同的宽阔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是奠定我做原学的一个基础 另外一个大人是以后 我是班的道师 以方会学习 我觉得我们一个人一生有好些个老师 到了一个时候 尤其年纪大的时候 你会对老师有一个评价 这个老师怎么样 可是对以前人的无论他的道德学问 为人一各方面 没有可批评之所 我觉得我这一生 收以前人的栽培 收以前人的教导 知在神 对我正是恩生一种 所以我觉得我要 还算有一点研究成绩的话 这大概就是老师当年 有重要的根基才能做 谢谢 谢谢冯先生 那接下来想要请教您 先生就是当初 就是进大学的时候 为什么会选择中文系这样一个科系 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中学的时候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会识 所以家里我父亲用调子写一首七诀 让我出去会 我几分钟就会回来 所以也许从小有一个这样的训练 对于平泽 对于面诗 有个根深蒂固的一个兴趣 这个兴趣使得我在中学的时候 果文一直是班上 大概最好的一两位 那么我其他的东西 没有什么突出的功课 哪里能特别好 但是国文特别好 这个大概是我 为什么我进中文系的最主要的原因 想请教您今天就是 为什么后来会选择 走这个原学的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 跟我刚才讲的 我从小会评测和念诗 有点关系 因为在大三的时候 有一科叫生意学 中文系的学生 对这一门是比较担心的 那个时候总是说 大概总有上一生就能不及格 可是这一门课对我来讲 就感觉到非常容易 并不觉得困难 所以我这个生意学在我班呢 是最高 而且我的总分呢 大概很少人能够超过 我总分95分 因为其实考的时候 考了一个当中的那个考试 考了一百分 为什么他考合语 我的合语不行呢 可是我的合语是背语 比如说诗诗诗更卷阵语诗诗语 扮办任哪个字哪个字 是什么音我不知道 之后就背 那么我们选一个 四处少的背 还是背到的就是诗诗诗 还是没有背到的就是诗诗诗诗语去卷阵的 所以这样子,对我来讲,虽然有一点难度,但是不是很大课 所以也许因为生意学的成绩特别好 所以就,有别的东西更有兴趣 其实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写的论文文的 M-3的时候你们学识到你,做了诗经 在诗经方面考证方面 但是到了大三念完了以後,朵童博先生開道開語言學 我覺得念生物學跟著語言學就滿了,所以這跟著語言有關係 所以就很容易地轉到語言學上去了 那麼語言學其實我的根系,我的訓練基本上是在中文學學 所以雖然調查南導語,調查很多別的東西 但是基本上,它是對中文的真語學的興趣很大 第一,您從很早就開始來源實際服務,就是行政的工作 比如說中文醫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語言學組的代理組主任,正式的語組主任 然後後來11所的一個所長,而且還在所長任內獲得中研院院士的這樣的一個榮譽 那想請教,您先生就是怎麼去肩負這樣的一個群術行政的一個工作 跟您的一個群術行政 這個實在是很難的事情 我那個時候畢竟還年輕了,精神比較足 但是,花下去的功夫 雖然在一方面有了收穫,在另一方面就難免不悅 就是說,對家庭教育,小孩子的教育,通通讓我太太的負擔 我就很少管了 我那個時候根本上三個班,早上下午晚了 吃過晚飯,起腳的說就到了,第二人來了 那麼主主任,因為原來的主主任,二主的語言主的主主任,是少元那些人 那麼後來,他一直沒有回來 多少年,二主就沒有一個正式的主任 就等我學成回來以後,是李方貴先生的意思 跟所理講,讓我來代理 讓我代理,才能為你所發展 畢竟沒有一個主持的人,就難以發展 我那個時候,通常都是除掉上三個班 晚上做我自己的研究以外 我禮拜六禮拜天也到辦公室來 所以幾乎是全日無休 等於是一個全日的工作也一樣 但是我尤其做所長以後 我把每個禮拜的禮拜四 留下來做一天研究工作 就是請律師盡可能的不在那一天 給我訂約會 跟同人見面,或者跟外面客人見面 所以那一天的時間,專門留下來 大概工作的情形就是這麼一個樣子 對家庭的照顧,就難免的 沒有能夠付上我的力量 所以在這一點上,我一直覺得 對我太太是一個抱歉的地方 照顧到我自己的學術方面的發展 沒有能夠以充分的時間 來分擔家裡的工作 大概是這樣吧 是 做過很多的漢語的方言 然後也做過歷史語言學 歷史語言的研究 還有漢藏語言學的一個教 以及台灣南道語就是南道語這方面 那甚至還有像老幾家驗傑 古中式驗傑這種的域外的方音 就是丁先生也送給我一批這個 文古語的這一個教課書 那不見你也是 就是曾經是想要 或者是說曾經是致力去學習文古語 想要研究文古語 那想請教丁先生就是說 您怎麼去兼募多層面的興趣 去跟這個我們研究的一個學習文古語 以及跟他的精神專精的這個工作 我的感覺啊 在年輕的時候 需要有比較廣的一個基礎 這個除了是我個人的想法以外 我就是以方會見給我的訓練 當我去念博士的時候 他說你念代語吧 那我就念了兩年代 他說你念文古文吧 我念了兩年文古文 他說你念滿洲文吧 我就學了一學期的滿洲文 你念藏文吧 所以在那個時候 他給我的訓練 在阿爾泰語系 在漢藏語系 有好些個基礎的東西 有了了解 而且因為又在台灣的關係 最容易接觸到的就是南島語 東方文先生 當初帶我們做研究室 做的幾個南洲語 都是在手邊就容易找到的 所以一上來 我的這個訓練 就比小的 比一般的學生來講 可能廣泛一點點 所以我後來做關於漢語跟太語 比較的研究 做南島語的一些專門的調查 我覺得這個是困難的事情 覺得自己可以密所言及 但是蒙古語這個方面 阿爾泰語這個方面 我曾經想把它拿作我的一個 副的這個 一個 minor 不是一個 major 的一個學 是我的副 所以我一上來 曾經想翻譯兩本 Puffet and Puppet的這個 教科書到中文來 可是到後來我才發現 一個人呢 畢竟精力有限 你在哪一方面要求得自己的 特殊的成就 應該是你自己訓練的最好的 那我自己回頭想想 我畢竟還是生命學 訓練的最好 換句話說 中國語言學 尤其是生命學的這個段子 我訓練的比較好 那麼我應該在這裡辦 所以我的大的方向 主要就是方言 其他的這個方面也做 但是畢竟不算是我最主要的 而方言跟生命兩個 是互相補助的 方言的問題要生命解決 生命的問題由方言的 這個眼光裡面 才能夠了解的清楚 可能是個什麼情形 就是說我們說親運 寡運 寡運 我們這個是一個 運輸 是生命學的問題 可是你知不知道 它代表當時的哪個語言 代表哪一個方言 代表一個方言 兩個方言 換句話說 生命跟方言是相同相成的 所以我主要的領域 就在這裡 謝謝 謝謝 剛剛講到翻譯 您有兩部比較重要的翻譯的著作 一部就是我們 漢語言學之父 趙雲苑先生的中國化文法 另外一部就是 非漢語言學之父 李方貴先生的比較台語手冊 可不可以談一談您翻譯這兩本書的初衷 以及您希望它獲得什麼樣子的影響 好 這個是整個說來話強 但是一上來翻譯的是 漢語言學的文法 就是稍微認識的那種說法 那個是被迫而做 並不是我們主動的想做 因為原來的這個翻譯的人 他是好幾個人翻譯的 可是他有一個省略的人 是哲法高 哲法高先生 那個時候他在香港 視我脫離 沒有辦法花時間來看這個稿子 所以他就把這個工作交給我 可是你想我在死女所是語言主的人 周先生是語言主的前輩 是我的老师輩 趙雲苑先生是語言主的主任 這麼一個關係 而且趙雲苑在台灣的時候 他十六講的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是他的記錄 後來他的講演出來了就是語言問題 所以我有相當深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當時結了這個工作 我想我那時候也要做 所以就那個時候他已經有三種 三種翻譯 中文翻譯 但是沒有一種能夠讓照片滿意 所以我當時就從看著三個人的翻譯 再看英文的原文 把他整理出一個清老 所以這個工作實在是廢勢的 不得了 比自己翻譯還難 因為你參考別人的東西你要想 那麼所以我在這個方面 大概花掉了多少我已經忘了 好幾個好多個月的時間了 一年多 而且那個時候 這個因為有責任感 周先生會拼命追我 你什麼都做好 所以後來把它做完了以後 我才發現眼睛近視 我那時候差不多42歲 我原來眼力非常好 就是做完了以後眼睛近視 所以我非常埋懇 守法科學人 所以你害我眼睛近視 可是到了老了以後 我都感謝他了 因為老了以後那個近視 慢慢跟我的老化抵消 所以我到現在還可以看 小字不需要戴眼鏡 所以我應該感謝周先生才對 當時翻譯這個東西 因為趙先生的書 是一個經典之書 那是談中文語法以來 他的一本是最完善的 最重要的一本 所以翻譯那一本 對我來講當然有很大的幫助 對文化方面的問題 就會想了很多 雖然我後來沒有專門做 但是了解它是相當深刻的 那麼把這個書翻譯出來以後 收到的批評還不錯 至少趙先生自己覺得還滿意 他說以前沒有看到 我就說我放心等著了 我現在看到你的翻譯了 我就真的放心了 所以這個讓我覺得非常開心 那麼在於李先生的時候 這是後來的事情 近幾年的事情 因為我既然當趙先生翻譯了一本書 我應該跟我自己的老師 李康彭先生也翻譯一本書 那麼李先生的著作裡頭 他有好多著作 但是比較最廣泛 而且他是極大成的一個著作 就是比較太語研究 或者說太語的比較研究 那麼我就覺得 我應該替他做這個事情 正好機會來了 因為我替他編那個全集 全集裡頭就把他所有的英文東西 都翻譯成中文 那麼我就知道費用 把他這個比較太語研究翻譯成中文 這個部分我希望翻譯了以後 能夠使用的人 尤其是看英文 不是看得那麼順利 那麼快的人 能夠藉由這個中文的翻譯 了解到他當時的想法 他為什麼把那麼多概語 合在一起 與這分 分成三支 為什麼把這三支 又擬成一個古語 而這個當中 每一個 跟每一個主要方言 這個規則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東西 可以使得後來研究的 有大的幫助 而我自己 一做以後 馬上自己得到一個幫助 因為你原來看這個英文書 他這個英文的這個 Glosser 英文的字力 看到了以後 你不會想到什麼中文字 是哪一個方便 你其實想葡萄啊 是什麼 可是當你翻譯成中文以後 它出現的時候 它是個中文字 這個字就給你一個聯想 就比原來容易得多 找這個童年詞的時候 中文跟它的童年詞 容易得多 所以對我來講 馬上就得到了一個好處 所以基本上 這翻譯這兩本東西 對我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做完了以後 覺得也很開心 我也對不起 以前 因為有這麼一個 翻譯的東西 可以跟中文化的文法 可以放在一起來考慮 今天就是您在台灣蹬教 那後來到了美國 到了香港 那這幾年也在中國大陸就是 有一些訪問 客座 那想請您談不談 就是對現在的年輕人 尤其是台灣的年輕人 就是您覺得他們有什麼樣子的特質 然後對他們未來就是有什麼樣子的期許 我覺得以我的經驗 這幾個地方 台灣、美國、香港 都有非常好的學生 就是真正有興趣來念中國語言學 這方面的學生都是比較突出 因為他自己進去 在裡面 所以引他們的路 不是太大的困難 只要指出來 你自己的訓練那個回復子 走什麼樣的路 比較容易就可以了 大陸的事情不一樣 大陸的人多 所以整個的學生的面廣泛 所以我在大陸到北大講演的時候 在那開了一個學期的課 聽講了有150個學生 這個是我大為意外的 可是當時來聽講的 除掉學生有的 當然還有一些學調的老師們 來揭揭的 給我的感覺 他們整個的訓練相當不錯 但是不像台灣、香港、美國有突出的人 也許因為他的學生多了以後 更不容易有特殊的訓練 特別的好 那麼得要慢慢的才能夠訓練出好學生 我覺得要是要我講 給學生給一點建議的話 我就跟小文剛提到興趣的連結 最主要的你要有興趣 如果你沒有興趣 這個事情做起來就是枯燥無味 我們現在做語言學的人 常常做好久都很有興趣 主要是因為它好玩 造語言學的人 他自己做了一個位置的研究 他最後的說法就是說 我有興趣 所以我覺得這個興趣是一個基本的東西 當你的接觸面管 廣了基礎後 很多東西 看得都有興趣 我舉個例子 小時候在嘉義長大 嘉義長大跟那個同學踢健子 那個同學屬 他說 薩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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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說 薩露 薩露 哎呦 我說奇怪 他怎麼薩露 變成薩露 這個就讓我產生了很大的興趣 那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是兩個原因合在一起 細章變成像 兩個原因合在一起 像這種好玩的東西在語言當中到處都是 問題是你是不是注意到 當你注意到如果好玩得多 我自己的方言國語 明蘭話 英文 各式各樣的東西 有好多好玩的東西 那麼這些好玩的東西 使你產生 往下追求這個原因的興趣 等到你有了這個興趣 然後你開始寫文章 這個就是嚴解 你要有多少證據 說多少把我們的 胡適之日老話 有多少有七分證據 不能說八分話 那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說 你不能夠說太多 但是 你也不能夠完全不把它說出來 這個在嚴解跟發文章 即時發出的文章的這個當中 兩者之間要有一個衡量 基本上就是說 假如別人不太能做的東西 你慢慢來 你做完了放一放 想一想 沒問題 譬如說我做漢語跟台語研究 我想現在能夠做的人不太多 我們去年做的問題 現在放了半天杯做的 在想問題 那我覺得不太擔心 但是你做 有一個東西 如果你做 人家也在做 大概都在同一行裡 那你快點發文 所以在這個地方 在嚴謹 不嚴謹的部分 要看你能夠說到的話 盡可能不要給人抓到狡辯 因為你寫的文章 這個都很糟糕 你隔了幾十年 人家說當初某年某月 你做的文章 這麼說的 你事實上是錯了 這個就是很麻煩的 所以當有興趣 在以嚴謹的態度 慢慢的把這個論證寫出來 這個當然 你是可能有發生錯誤 發生錯誤 你如果自己發現 自己改造 你說我當初 有這麼一個看法 現在我的想法不懂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你至少 不要讓人家抓到一個地方 叫做你這個錯的力感 簡直是不好 這個問題當然就不行 大概就撤了 再次恭喜今天 獲得我們的中選請就獎 謝謝 謝謝 我覺得 我看頭所說的 這個對我是一個肯定的 那我 藉此機會 謝謝學會 謝謝提名的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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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